古代战争中的阵法排名 古人的智慧绝对超出你想象 垫底的是一次长蛇阵 让所有的士兵一次排开 阵法运转 犹如猛蛇出击 首尾呼应 攻击指数一颗星 防御指数一颗星 第八名 方阵 方阵相传早在皇帝时期就出现了 是最常见的阵法之一 它可以根据战略目的 灵活搭配不同的兵种 弱点是后方和两翼十分薄弱 非常容易受到敌方的骑兵滋扰 攻击指数两颗星 防御指数一星半 第七名 追行阵 追行阵是由战国时期的孙斌所创 通常用于强行突击 阵型犹如一杆长枪 直戳敌军心脏 指挥官往往处于战阵的最前方 如果不是骁勇无匹的战将 和精锐部队根本无法胜任 攻击指数三星半 防御指数半颗星 第六名 鹤翼阵 鹤翼阵顾名思义 将士兵排列成鹤翼状 位于鹤头的弓箭手做阳弓 吸引敌人冒进 然后两翼包夹将敌人围歼 专门克制追行阵那样的攻击阵型 攻击指数三颗星 防御指数两星半 第五名 铁桶阵 这种圆形结构可以有效抵御 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 兵力几乎全集中在外围 将领子居中指挥调度 是一种极为坚固的防御阵型 弱点是机动性太差 不过阿三脑洞大开 在影视剧中 利用投资车把铁桶逐个送入城里 攻击指数一颗星 防御指数三星半 第四名 乌龟阵 这种阵法脱胎于古罗马军队中的长形盾牌 是铁桶阵的升级版 在攻城时缓慢向前推进 不仅可以防御来自四周的攻击 还可以有效阻挡从天而降的落石和剑鱼 最大限度保存几方的有声力量 攻击指数两颗星 防御指数五颗星 第三名 火牛阵 此阵法由上万头牛组成 牛脚上绑上刀刃 牛尾用牛点燃 任凭你的阵型如何牢固 都架不住这些风牛的冲击 攻击指数五颗星 防御指数半颗星 第二名 八门金锁阵 此阵乃是战国时期鬼谷子所创 根据奇门盾甲中的八门方位 分别是羞生 伤度 仅死 惊开 结合星象地理推演而来 可根据战场条件进行调整 可以说是集合多个小阵法的大型军阵 攻击指数四颗星 防御指数四颗星 第一名 九宫八卦阵 三国时期 诸葛亮在八门金锁阵的基础上进行改良的阵法 是由数个小型战阵的集合 比八门金锁阵更加变混莫测 当敌军进入战阵之后 就会被分割包围逐个击破 攻击指数五颗星 防御指数五颗星 好路是湖州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就请点赞关注双联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关注双联